尊敬的代会长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很高兴今天 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 做一些 学习上的交流 探讨 首先也很感谢 我们 这个代会长 这个阿弥陀佛 关怀中心 提供我们这么舒适的环境 也是很赞叹 我们 会工长老 他成立 这样的中心 尤其 对于 非洲 很多 众生 的 慈悲救护 当然首先 生命当中的救护 进一步 还有 法生 慧命的 救护 我想 我想 我们都很熟悉 佛门的一句话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就像我们一般 就像我们一般 讲经前 或者读经前 都会先念 开经济 当然 这个开经济 要用心 要用心去念 不能念到 滑过去而已 有口 无心 那 这一句开经济 跟经文 就加持不了我们了 老和尚常常说 学佛 最重要的是 用真心 那什么时候 用真心 打开经典的时候 要不要用真心 吃饭的时候 要不要用真心 吃饭的时候 用贪心 好不好 好吃啊 赶快 我吃快一点 再去打 那是 吃饭增长 贪心了 所以吃饭 是不是修行 每一时 每一刻 你用真心 就是修行 就是 你用忘心 用烦恼的心 那就是轮回心 照轮回业 差别大不大 一念之间 大家想一想 你在教孙子的时候 是不是修行 那你教孙子的时候 大发雷霆 那就不是修行 那是照轮回业偶 你很有耐性的 引导他 那你在教孙子的时候 就把真心练出来 在教自己的子女的时候 就在积功里得 所以佛法就是生活 就是工作 就是处事待人接物 是不饿 不能把佛法跟生活工作 分成恶 那就入不了门 因为佛门叫 不恶法门 大家到传统的寺院 在山上 叫无事不登三宝殿 一般心里有疑问 烦恼解决不了 到山上去找和尚 请教请教 当然到了山上 心也比较清静 比较静下心来听法 我们现在没有在山上 我们现在在市区里面 是不 重点是 大家心静下来没有 大家要看着我 不要再想刚刚的事了 过去心不可得 过去已经过去了 你在挂爱都变烦恼 当然过去的事 可以检讨 但是不能常常很懊恼 你看检讨 你会惊一世 长一智 你懊恼 他就一直困扰你 大家心上有没有 二十年前的事 还常常 萦绕在心里面 放不下 大家要知道 最后能量的是念头 所以身体要好 其实妄念要少 身体就会好了 人体90%的能量 耗在思想上 你每天都想烦的事 就很好精神 你每天都想阿弥陀佛 精神饱满 阿弥陀佛会加持你 而且我们想一想 你烦恼是个念头 念阿弥陀佛也是个念头 这个念头差异大不大 很大 所以人生最重要的是抉择 从哪里开始抉择 念头 你提起阿弥陀佛 你的福会增长 你提起对子孙的担忧 那就烦恼做主 对你自己没好处 对他也没好处 所以学佛要理智 不能干那个对自己 对对方都没好处的事 你看你一念佛 自己福会增长 还可以回向给 子孙 亲人 朋友 跟你在那里烦恼 你自己现在烦恼中 这个烦恼的意念 还会成为亲戚朋友 心上的负担 大家有没有经验 你爸爸妈妈在担心你 你心里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负担 有啊 父母跟子女连心 所以要理智 怎样才能自利利他 要起这样的念头 不要自己烦恼 又增加对方的负担 所以学佛 佛是什么 觉悟 在哪里觉悟 在念头上觉悟 在处世待人接悟当中 用智慧 不用烦恼 所以请问大家 什么时候要开始学佛 等我年纪大了再来学 那不对了 什么时候学 这个德文的当下怎么讲 英文叫Right now 德文叫什么 Yet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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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表达出来 当下就要绝 哪怕他是个十三岁的孩子 五岁的孩子 他都要绝 比方他现在面对一杯饮料 他是要喝冰的还是喝热的 大家想一想喝冰的还是喝热的 你看他体温36点多啊 这个冰水里面还有冰块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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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到 他的胃有没有在说 Help me 对啊 对啊 而且请问大家 欧洲人的体质 跟东方人的体质 我们华人的体质 一不一样 不大一样 而且你看 他们都吃的比较热性的东西 它可以咕嚕咕嚕咕嚕 我可没那个粉钱 要有自知之明 所以你说 小朋友需不需要学佛 需要啊 他觉悟了 他知道我要先写功课 把本分净好 我不能现在就去玩 玩到八点多功课都没写 完蛋了 你看他就糊里糊涂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我上了年纪就来学佛 那代表他身边学佛的人 没有好好引导他 佛法说气里还有什么 气机 你跟小朋友讲 要讲他听得懂的 你给一个五岁的孩子说 死身是大 轮回路险啊 他搞不清楚 要他懂的语言 当然 你说能不能告诉他无常 可以的 要有机会点 比方说刚好发生 哪个小朋友生病走了 你这个时候可以教他 黄泉路上无老少 他有一个机会 你讲出来就很自然 所以我们要会教育自己 也要能护念他人 这是人生的意义 自爱爱人 自利利人 但是我们要先自爱 才会爱人 比方说我今天脾气很大 你看我爱得了人吗 脾气很大 小孩铁定受我们影响 看到父母就开始发抖了 今天是好天气 还是情时多云 呕阵雨 还是会打雷了 一个小孩 随时都要担心 他的父母会不会发脾气 你说他的心会安定吗 他会有安全感吗 这个我每一次推开门 好像在学校里面 在社会受着什么委屈 那个门一推开 妈 好像就没了 你看这个家的温暖 能除去人很多的烦恼 恐惧 都能消掉 假如一个孩子 要推开门的时候 有点犹豫 我要进去 你说他会不会健康 或者他门一推开来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冷清清的 最后到哪里报到 到电动玩具店报到 那我们现在谈教育 教育小孩 跟学佛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有 成家的人 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把下一代教好 这个不是我讲的 我讲的你们不一定信 这是应光大师讲的 静宗十三主 当然我们听了主师这些话 自己也要思维思维 思维就觉得 讲的真有道理 我们的下一代 甚至是我们的孙子 他有爱心 请问 他会 帮助多少人 他有爱心 他的爱心会在哪里起作用 他所遇到的同学 同事 甚至于是一个陌生人 刚好需要帮助 他也会伸出援手 他是你教出来了 他做每一件好事 你记头工 他是你培养 所以我们 中华文明当中 中庸 大家读过四书没有 应该听过四书吧 第一本 第一本大学 你不要说我有上过University 不是那个 大学是 礼记里面的一篇 挑出礼记的两篇 一篇叫大学 一篇叫中庸 再来还有一部书叫论语 还有孟子 合起来叫四书 这几千年读书人 必读的四本书 四书 在中庸里面就有讲了 比方说他是读书人 他培养出一个儿子 是大夫 用现在的话叫做部长 现在用大夫 大家听不懂 用部长 大家就听得懂了 属于国家级的干部 这个读书人去世的时候 用读书人的礼 记他 他的商礼是用读书人 但是以后每一年记世他 都是用大夫的礼 代表什么 每一年他的记日就想着 他为国家培养了一个部长 感觉大家比较热情 我说热起来 所以这个 这一个制度 很有人情味 这个制度很懂得什么 知恩 报恩 他为这个社会培养了一个部长 每一年都怀念他 知恩报恩的心 是有福报的心 所谓福田 靠心根 福田不是靠每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福田是靠心根 大家观察一下 有些人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赔钱 生意做不好 有些人一天工作四小时 赚了很多钱 是吧 所以工作只是一个缘 因 万法 因缘所生 他赚到钱是结果 因是什么 我们得找出根源是什么 才能解决问题 因是财不失得财富 他有种福报 种福田 假如他没有种福田 他只是在园上 他工作很长的时间 他也不一定有果 因为你没有种子 你只有浇水施肥 他长不出植物来 所以佛法 很好用 万法因缘生 这句话管不管用 万法 那就告诉我们了 没有世间 哪一个人 哪一件事 哪一件事物不是万法 不是因缘生 都是因缘所生 好 这个人身体不好 是结果 是不是因缘造成的 是啊 好 你把他身体不好的原因 跟住缘 搞清楚了 把它改善了 这个人身体会不会变好 会啊 佛法能不能解决问题 佛法能不能解决问题 没有一件事不能解决 因为一切事都是万法 因缘生 问题是你找不出原因 你就解决不了了 所以所有的事 佛头说了 不离因果两个字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智慧的眼睛 遇到任何事情 原因出在哪 你就能解决事了 身体有毛病了 原因在哪 心理有问题了 原因在哪 家庭有问题了 原因在哪 事业有问题了 原因在哪 每天不能打迷糊仗啊 因为你没有把错误的原因找到啊 错误的原因 还会继续什么 继续在制造不好的因啊 就好像刚刚说的 喝冰水不好 你都没有找到这个因啊 就继续咕嚕咕嚕下去了 那问题当然不能解决了 那诸位忍者 忍者就是菩萨的意思啊 诸位菩萨 你们现在有没有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看大家的脸色啊 应该有没解决的问题 假如心上呢 都没有什么事 脸色应该会放光 会发喜充满 嘴角都是往上扬的 心上一有事啊 相有心生会表现在脸上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证明一件事 有佛法就有办法 待会你听到哪里不明白 可以举手 发问 还有下午的时间 就是大家一起探讨 下午都是发问的时间 大家可以记下来 当然不要下午的时候 大家都练禅定 没有人 我有问题 那为什么要证明 有佛法就有办法 因为这样我们才有信心 信为道元功德母 你没有信心啊 你就会怀疑 就会生烦恼 你就生不出功德来了 你一有信心啊 遇什么事情 你就会正思维 你就会有解决的办法 一怀疑了 哇 那个能量就下降了 就容易退缩了 容易沮丧了 所以信心 是道的源头 功德的母亲 道元功德母 信心能生功德啊 好 昨天遇到一位朋友 那刚好 他就谈到 我的儿子过敏 有寻麻疹 常常都在抓 很难受 你看 这样的病症是果相 原因是什么 原因呢 身体太寒了 用现在的话叫 免疫系统太弱了 那身体寒 比方脾胃寒 那他要提起他的阳气 正气要提起来 这个要提到我们老祖宗的一本经 叫皇帝内经 大家听过吗 这个是养生很重要的一部经 当然了我们要读懂它不容易 里面最重要的重点要抓到 有提到 正气存 邪不可干 现在都提免疫系统 你免疫系统好了 外面有病毒啊 你也没事 病毒是随时在的 可是问题是 你假如正气不足了 它才会干扰你 所以你看这些过敏啊 就是首先 你自己正气不足了 找到原因了 一跟他聊 孩子很喜欢吃水果 水果一般偏凉 德国又没有榴莲吃 榴莲是热的 所以水果一般偏凉 假如它吃的很多 它身体就比较凉 你看都可以解决问题的 你假如不知道原因了 常常都带孩子去看医生 打针 不一定能找到根本原因 你要找到根本原因 才能对症下药 不然有可能 你看医生看越多 适得其反 所以要觉悟 要找到原因 然后 他问的问题也很好 哪些方法 可以让阳气提升呢 我说 最补阳气的就是 早睡 不要熬夜 现在年轻人不懂 读大学 十一二点 还早呢 十一二点叫还早 那太恐怖了吧 到两三点才睡觉 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 身体都垮掉了 身体是要用一辈子的 他说我儿子都很早睡 再来运动 可以提升阳气 他说我儿子每天运动 我说 每天运动 也不能过量 大家看事情要入目三分 不能看得太标浅 古人提醒我们 过犹不及 你都没运动 不好 运动太过了 透支了 也不好哦 适得其反哦 反效果了 所以老祖宗教我们要 忠庸之道 佛法说 忠道低意 都要恰到好处 不能过 也不能不及 我们看了 我们教孩子 太严了 不行 太松了 也不行 所以道在哪里 随时随地有 你用真心了 没有偏了 才在道中哦 不然你好心 会办坏事哦 你好心 但是太过了 太溺爱了 那子孙出问题哦 所以 这个 你的孩子运动 有没有过量 他说他太喜欢运动了 连下雪天 他穿着短裤 出去打球 我说那麻烦 你看那 零下的温度 直接 上他的身 穿短裤 所以 虽然有运动 也有很多 学问在里面 再来 这次都是提振 阳气的方法 你行善 可以提振阳气 你看 施比寿更有福 我们 有一个 童修 他的 他也是 异国婚姻 他嫁给英国人 结果 他的女儿 去了非洲 去帮助非洲人 回来 痛哭流涕 说爸爸妈妈 你们对我太好了 因为一比较 那等于是天堂地狱 对父母的 产生这种感恩 所以孩子也要让他去体验人生 他就很有感受了 好 那行善 包含 这个善会生养 喜也会生养 欢喜 大家看 他常常会想不好的 消极悲观 他脸色怎么样 暗淡 他一提就是 别人对他的好 都是这些 欢喜的事 这个人一定乐观进去 阳气充足 所以修行要改性格 假如我们当父母 当长辈的 每天都笑不出来 你说 你下一代笑不笑得出来 你潜移默化 随时在影响他 所以我们传统文化里面 最重要的五轮八德 这是纲领 五轮当中 有三轮在家庭里面 很重要 社会 安不安定 家庭决定的 因为每个人从家庭出来的 其中有 父慈子孝 这是父子这一轮 你看父母慈爱 慈爱不是嘴上讲的 表现在哪 随时给晚辈 好的影响 这慈爱 你不能在那咕嚕咕嚕喝酒 别喝酒啊 咕嚕咕嚕咕嚕 那你这个怎么是慈爱呢 你就给他不好的影响了 他心里也不符 你喝了还叫我不喝 所以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说 我们中华民族 这几千年 身为长辈都有一个态度 不能给晚辈不好的影响 哪怕实在脾气控制不住了 进门去 把门关起来 但是不要骂 骂的声音太大 外面又听到还是影响 关起来 以小孩听不到为原则 不给他们不好的影响 好 那刚刚跟大家提了 应光大师说 在家人最大的功德 把下一代教好 所以跟修行有没有关 有关 而我们刚刚一开始跟大家提到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问 开经济 打开来 无上甚深 微妙法 你是要真心 念进去的 随文 随着这 这是五则天写的四句记 随文入关 百千万劫 难遭遇 你看 释迦摩尼佛 原集了 涅槃了 下一尊佛什么时候来 五亿七千六百年以后 你看没有佛的时间那么长 我们遇到了 释迦摩尼佛一万两千年的法运 现在是第三千年而已 后面还有九千年 后面九千年 得靠我们沉传下去 不能衰败断在我们手上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成先起后 既往开来 佛法要传 中华老祖宗五千年的文化也要传 文化 是民主的灵魂 一个人假如没有文化的熏陶 他在这个社会 很南部 随波 逐流 现在整个世界工业革命以后 物质极大化 不知不觉 形成什么风气 功利主义 重利了 重money了 德国的钱怎么讲 德国的钱怎么讲 你重视Gent 你就会清道义了 情义了 人就随着功利了 随着享乐主义 就会重欲了 一个只想着要去享乐重欲的人 有没有灵魂 便行尸走漏了 所以现在有很多词叫宅男宅女 是吧 都不出门了 关在房间里玩 打电动玩具 玩手机 你看他 他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他好不容易得一个人生 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人 有没有感觉做人不容易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幅 我们江一子老师画的 地狱变相图 没有看过 那下次得带地狱变相图来 这个太重要了 这江老师是 我们当前世界 艺术界的菩萨 把孔子圣基图 地狱变相图 把论语都画成图 把七十二贤人都画出来 用艺术教化众生 其中他画地狱变相图 有一个井是 人皮缺货 因为要轮回了 要投胎了 守在那里的旁边写了四个字 人皮缺货 就是现在只有猪的皮 牛的皮 人皮还没有缺货了 所以要当人不容易 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好了 离我们 这个 这个 杜瑟多夫 最近的山是什么山 杜瑟多夫没有山 好 丘陵就好了 请问那个丘陵的蚂蚁有多少 哇 你一个蚁穴的蚂蚁就不好算了 一个丘陵 更难算了 请问整个德国的蚂蚁有多少 全世界的蚂蚁是人类的几倍 蚂蚁只是昆虫的一种 当人都不容易 你从小就要给孩子讲 人生难得 再来佛法难闻 要再听 你不掌握这一世 又要五亿多 年以后才有 所以我们是体会到了 开经济一念 百千万劫难遭遇 就会珍惜学佛的因缘 而人无远虑必有境忧 一个人考虑是考虑的不深 考虑的不远 他慢慢就有问题会现前 这是孔子教导 所以想事要想得远 不能只考虑眼前 那我们现在冷静观察一下 现在人 有没有身体的烦恼 有没有心理的烦恼 心有千千结 家庭呢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在事业 也有不少挑战 那你考虑的不远 这些问题慢慢都会出来 而且解决问题 你不能等问题出现了 才来解决 你看中医讲的 不治已病 治什么 胃病 我们为什么现在问题很难解决 你问题已经出现了 你拖太久了 就像身体 你稍微有症状了 你去治当然好治了 现在都偷偷偷到 医生说 对不起 你只剩六个月 那你说好治吗 当然不好治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是太忙了 忙到 对自己身心家庭的警觉性 我修行来要有警觉性 就像刚刚我们说的 你一个念头 你都要有警觉性 这个念头对我 对别人 是好处还是坏处 自己就越来越敏锐了 有什么症状 你就能洞察到 所以我们 祖先留的这些智慧 不治 以病 治未病 不治 以乱 治未乱 所以一个国家 一个团体 乃至一个家庭 你不能等出问题了 再来处理 还没有乱以前 亦有什么 小问题 你就能够去化解掉了 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 好 那要看得远 这个 能为 整个人生 比方说你为孩子在打算 你就不能只顾眼前 他考试考几分而已 你要能着眼他的一生 这看得远 诸位菩萨 现在外面有 清洁车 你们看是好事还是坏事 学佛的人 事事是好事 这个车子出现了 就是考我们 要专注 不受外面的影响 你看 你一定下来 他声音就没了 心静自然量 所以学佛就是 不被境界转 能够转境界 这是学佛的重点 任言经说的 若能转悟 则同如来 你不被境界转 你就转他 就像 成德 俗家的母亲 我现在都称他老菩萨 我不称他妈 因为称他妈 他阿赖耶士又种了一个妈的种子 到时候种子又成熟 又去做妈了 我现在 你看 一个称呼 就是一个种子 阿赖耶士种了一个种子 我都叫他老菩萨 我要去极乐世界做菩萨的 那这个 我们家这个老菩萨 在成德小的时候 我要买哪一个玩具 他不给我买 我就开始打滚 在那哭啊哭啊 我这个老菩萨 动都不动 照看他的书 跟观公 看春秋一样 后来 我滚了好一阵子 觉得 挺累的 地又很暖 又很冷 不滚 他没有被我转 我就被他转了 就不能胡闹 不能耍性子 你已经有了 这些玩具了 不要再买 你看他有原则不动 我就被他转了 我就锁规矩了 不胡闹了 所以你看佛法在哪里啊 管孩子也要把佛法用上 要定功 好 那这个 我们学佛呢 就知道啊 还有未来事 所以考虑的不止这一事 还有生生世世 你看考虑的很远 所以学佛是学智慧哦 那我们佛门 有一位高僧 孟参长老 他有一段话呢 真的印象很深 他提到啊 人 把最后一刻看清楚了 再回来经营人生 心境可能会不一样了 诸位菩萨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人生最后一刻 还没有啦 有的话可能没有坐在这里啦 也有遇过灵魂出窍的人 后来又回来了 这比较少啦 我们虽然没有经历最后一刻 请问大家有没有看过人生最后一刻 别人都 我们到这种年龄啦 我看下去啊 大部分是冬天啊 今天没有看到春天的人 春天是二十岁以上 老法师说 二十岁以前是春天 二十到四十岁啊 是夏天 四十到六十啊 秋天 我看在座都是秋冬的人 一个春夏的都没有啦 秋天是四十到六十 我已经过了中秋了 我两年前刚好中秋 现在五十二岁了 六十到八十是冬天 哦 那这个 我们已经秋冬的人啦 一定遇过亲戚朋友 最后临终的状况 陈德都送过 爷爷奶奶背楼 你看最后一刻啊 双手双脚一摊 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啊 什么都带不走啊 看清楚了哦 什么都带不走啊 那我们 假如几十年都在忙那些 带不走的 那不是很冤枉 是吧 所有的努力 最后 一点价值都没有 都带不走 所以看清楚了哦 要努力 带着走的 这个人就有智慧了 我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啊 还没遇到老和尚 二十五岁才遇到 有点晚 当时候呢 有看到一句话 印象很深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身 带着走的是什么 夜啊 你这一生的善恶夜 带着走啊 又看到另一句 生命有限 生命就几十年就过了 会命无穷 这个身体啊 是个工具啊 早晚是会坏的啦 可是我们智慧的 生命是无穷的 所以要努力 带着走的哦 你这一生 提升的智慧 得行带着走 所作一切善业 恶业带着走 当然我们不能带恶业哦 带恶业就 东 三恶道 报道了 而且啊 我们现在呢 已经明白有轮回了 那你带善业走 好不好 带善业走 到三恶道 报道哦 连善业都不带 带什么 带敬业 所作善事啊 不求善报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怨生极乐世界 你带敬业 而这个敬业里面 首先把下一代教好 这是你最大的敬业哦 最大的功德 所以修行啊 没有离开你的家庭哦 没有离开你处事 带人接物哦 家庭就是道场哦 你服务的单位 就是道场哦 执行是道场啊 无需假固 这个 维摩结经里面 讲的一句 很重要的话 执行就是我们的真心啊 无需假 代表都很真诚啊 没有应付别人啊 没有执弄别人啊 不虚伪啊 讲一句话 做一件事 都从真实心做出来的 你跟子孙讲一句话 都是慈悲的心讲出来 你当爸爸妈妈就是功德 你跟同事 新来的同事 你都替人家想 能体谅他刚到一个新单位 忐忑不安的心 去吃中餐 约人家去 让他很快融入 这个团体 你这个是功德 慈悲性 你跟亲戚朋友相处啊 别人的不好啊 你都不放在心上 不对人有成见 很真诚 这个都是功德 佛法就是生活 就是处世待人皆物 我们明天交流的题目 家庭工作中落实菩萨道 这个我们明天再聊 今天 我们刚刚提到 看清楚最后一刻了 那就知道啊 我这一生 要提升我的灵性 我的智慧德行 然后我要积功雷德 断恶修善积功雷德 就在我五轮关系里面 断恶修善积功雷德 所以敦伦敬奋是大道 敦伦敬奋是应光大师 特别强调修行的重点 老和尚怕我们忽略 这个重点 在下面加了三个字 是大道 闲邪纯尘 是大德 一个人有没有德行 在那里看 他的念头 他都把邪念去掉了 纯的都是真诚行 这个人有修养 有道德 我们现在不怕念起 只怕绝止 不好的念头一起来 阿弥陀佛 马上把它转掉了 这个就有德行了 信愿念佛是大行 修行要正住双修 正修就是念阿弥陀佛 住修 断恶修善 积功累得 敦伦敬奋 这个都是助修 所以要信愿念佛 真信 相信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切愿 我想赶快到极乐世界去 轮回 路险 一不小心 没有踏好 就跌下去了 一日无常到 方之梦里人 无常什么时候会来 随时 我们前几年 有一个同仁的 算孙子辈的 17岁 遗障碍 才能很高 艺术天分 都是国家级的实力 五场一扑过来 几个月就走了 五场迅速 所以 阴光祖师 有一个妙法 死字贴在额头上 我下一刻 就有可能无常来了 还在发什么脾气 一发不就到地狱报到了 还在 称慧是地狱的影业 会牵我们去地狱 还在贪恋什么 贪心就把我们牵到 饿鬼道去了 所以 时时景觉 无常会来 你就容易放下了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时间要放下 所以 信愿念佛是大行 最殊胜的 修行的 行词 求生净土是大苦 你一往生极乐世界 就当身成佛 最圆满的 最圆满的 好 那 这个 敦伦净分是大道了 我们就是在轮场里面修了 在轮场里面 行菩萨道 而家庭当中 三轮 其实最核心的 是夫妇这一轮 在传统的礼仪当中 最隆重的就是婚礼 为什么最隆重 它最重要 而且办了婚礼之后 因为很隆重 你会心里想 一次就好了 不要第二次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好了 社会才会好 那古人 你看在礼祭 婚礼里面 提到了 将和两性之好 两个不同姓氏的结婚 当然现在也有同性的 但是要查一查 祖先不能太静了 怕会有遗传基因出现 上以示宗庙 宗庙就是祖先 我们要传祖先的家道下来 下以继后事 把成仙起后 就是结婚的意义 而且是男女有别 而后夫妇有义 这个赤地很重要 男女有别 别在什么 分工 一个家庭里面 有经济的重担 也有校养老人 教育下一代的责任 这个要分工好 你说 夫妻通通都只是赚钱了 下一代没交好 那他有很多坏的习性 那你赚的钱不都被他败掉了 你考虑事情得全面 最重要的 夫妻要分工 一分工了 互相感恩 所以男女有别 互相感恩 先生觉得 就是我这个太太 把家照顾好 她都没有后顾之忧 很感恩 太太 太太觉得 现在在社会 打拼很不容易 特别感恩 丈夫 互相感恩就有恩义 所以夫妇 男女有别 而后夫妇有义 夫妇有恩义 相处融下 小孩在这样的 父母氛围成长 有父子 有亲 假如夫妻常常吵架 跟孩子就不亲 所以这个都是连锁反应 你没考虑前面 后面就没有 所以古人这些话 都很有智慧 额后额后 那 父子有亲 然后君臣有义友 忠臣出于什么 孝子之门 他对父母都不孝 你说他会是忠臣吗 挺难的 那 这家里面有三个轮掌 就是夫妇 夫妇 延伸出来才有父子 才有兄弟 那整个家 能不能 幸福安定 夫妻关系决定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 你要处理一个问题 要 胜于死 防伪杜鉴 不治已乱 治什么 未乱 你要谨慎一开始 你不能常常都是 到了一半 好后悔 不可以这样 我们现在问什么问题很难解决 你不谨慎一开始 所以你看古人的婚姻 很慎重 两个人的八字 看一看 这个八字 属相 是属牛的 还是属什么 这个个性会不会冲 然后放在主中 主中加持 看看合不合适 这很慎重 都要什么 门当 互对 大家不要误会 门当互对不是钱多少 思想 观念 你一个读书人 去娶了一个 商人的女儿 那可能不一定合适 可能 读书人都考虑一排第一 商人的女儿都不一定了 当然 假如她是儒商 她是读古书的商人 可能也不一样 所以都不能着相 要看得深入一点 你看我们传统的商人 净商 山西的 灰商 安徽的 为什么她们生意做这么好 因为她们就是读古书 后来可能 当官的路 比较 不是那么通 结果她到商界来 发展得很好 商界也有菩萨 行行出状元 这个不要执着 大家有没有听过 道圣和夫 这个就是商业界的菩萨 好 那 都要谨慎于一开始 要门当户对 所以 我们的子孙 要折偶 你们有没有教过她们怎么折偶 所以当父母要考虑的深远 这些都要教我 黄念祖老居士很慈悲 还教怎么选对象 所以你看这些高僧大僧很慈悲 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你不要一修行了 就好像跟人群都离开 六祖大师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人家应光祖师都教人家怎么生孩子 有没有 要念观世音菩萨就会顺产 还教怎么感应孩子 求子三药 你们有没有学过求子三药 这样 你就能赶来一个圣贤的子孙 这么重要的东西一定要学 现在电脑方便查一下Google老师 百度老师 打应光大师求子三药 其实重点就是感应好的孩子 第一 身体要好 保身结育 以赔先天 因为你孩子 他是寄托在 父经母学 所以父母的体质要好 然后要行善积德 积善之家必有语情 有百事之得者 定有百事子孙保之 了凡事讯里面讲的 要敦伦积行善 以赔伏击 你这一个家庭有福报 大家要知道 你找的对象 夫妻一体 包含你赶来的孩子 他是贫穷的命 不会生在富贵家里 要跟他相应 为什么 他来到世间 也是他的因果 他是贫贱的命 怎么可能去富贵家投胎呢 不可能 所以现在的孩子不明理 投胎是他自己选的 不能怪父母 包含夫妻 福报相差太多成不了夫妻 为什么 他人生这些福报要一起想的了 是吧 所以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家庭里面也是这样的 那既然是感应来的 那找对象 第一重点是什么 提升自己 道德 福报 这是有智慧的年轻人 比方说 你智慧福报不够 你看上了一个 这个人不错 你挑人家 人家也挑你 你觉得他很好 人家不接受 你这个婚姻也成不了 所以大学说 有德持有人 有人持有土 所以你先有德行 你就感召有德行的另一半来 感召我 什么事都没有离开因果 离开感召我 那黄老有提到了 你找对象 首先第一个 他要是个明白人 明理的 不是糊里糊涂的人 宁可跟明白人打架 不跟糊涂人说话 因为讲不通 太累了 这第一个是明白 当然认真学佛的最好 认真不是每天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叫认真 能放下习气 比较认真 放下才是功夫 你不要越念越执着 念念念 很贪爱念佛 突然家里的人说 来帮个什么忙 冤亲在主又来了 害我不能念佛 哇你麻烦了 你贪念佛也是贪哦 贪清净也是贪哦 你念佛的时候很欢喜 要去服务家里的人 也很欢喜 平等了 入不二法门了 不然人会越学越分别哦 越学越执着哦 所以会不会修 老和尚常常说 你会吗 在一切境界 念不分别不执着 平等恭敬 平等供养 我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供养一切众生 叫我去煮饭了 我供养家里这几尊佛 平等 那你就真心就练出来了 平等是真心啊 慈悲是真心啊 所以我们在 所以我们在 轮常本分里面呢 练出真心来 这叫慧修行 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 这老和尚教的 那这个家庭里面就变了 普贤型了 礼敬诸佛 这是明天要讲的 那这个家庭呢 轮常是大动 一开始 黄老说的 找对象 第一个 明白 第二 诚实 不能欺骗 第三呢 良善 很善良 不害人 第四呢 要正派 做事正派 不犯法 尤其啊 不乱搞男女关系 这四点 黄老说 条件也不要太多 不然你就找不到了 这四点呢 有啦 就很不错啦 你不可能要挑一个完人 那你 我看这一生结不了婚 那夫妻 有这个德行 那其他的互相包容 这是教我们找对象 而且找对象 还能请观世音菩萨帮忙 加持 观音菩萨很慈悲 什么都管 找对象他也管 生孩子他也管 但是你要如理如法去求 你自己要行善 我们认识一个同学 他真的 找对象 列了一些条件 其中有一条 要戴眼镜的 也有列 你要列清楚 不然到时候你后悔 观音菩萨我还有两个条件 你说你 观音菩萨说你到时候没讲 自己列清楚 我那个同学 我那个同学 列了找丈夫 每一个条件都符合 佛事门中有求必要 你如理如法去求 就对了 好 这个是跟大家谈到 夫妻 那夫妻 师长老人家有教 白头偕老 一句真言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这一句做到了 就能拜托些了 所以经营婚姻难不难 难了 来请教一下 你觉得难在哪 来来 这个可以互动的 我们这里不是一言堂 我讲到哪 你有不同意见 马上可以提出来 我们是民主时代 来 刚刚说难的 来 那个麦克风请 沉给他们 我们把难点讲出来 才能对症下药 去解决 我觉得很难 难在哪 好像他要求的东西 我都做完了 他还觉得好像 他很满足 然后他就继续给我干 然后又觉得很骄傲 然后又在外面 就暗面说 你看 我太太多能干 是吧 对 然后就全部 留给我 他就去旅行 什么什么这样的 就不管我们 我都可以搞定了 他前世福报太大了 才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太太 刚刚我们讲到的是 老和尚的一句真言 你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所以你现在在看他的缺点 所以你的心就开始变了 我们不能做一个变心的人 要做一个用真心的人 什么是真 不变的才是真心 丈夫啊 是你的依报 家庭是我们的依报 你认同一切法从心想生吗 佛法讲的 一切法 你的整个家庭 从哪里来了 从自己的心想出来了 这个道理没有佛讲啊 我们想破脑子都不知道 宇宙怎么来呢 唯心所现啊 我们了解了这个真相了 总不能又回到 迷糊的 认知去生活吧 现在觉悟了 遇到彻底觉悟的 真理哦 你做过梦没有 有哦 你做梦了 梦里面呢 梦到 你先生欺负你 然后你醒过来之后 揍他 你在梦中欺负 我有梦啊 我有梦啊 我有梦到 常常梦到跟老公打架 骂来骂去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都有时候 哎呀糟糕了 哦 骂来骂去啊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还有跟他打架 那怎么办呢 你看看 你看 老儿上这句话重不重要 你为什么骂来骂去 你都挑他毛病嘛 他也挑你毛病嘛 当然骂来骂去咯 你的念头都是他的毛病啦 梦中也起现形咯 是吧 强者先迁嘛 不是往生的时候强者先迁耶 你平常的时候 哪个念头最多 连梦里面他都起现形 对啊 要念佛 尤其要念对方是佛 不然你怎么念 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 从哪里念啊 你不能念着 印光大师开示 看一切人都是菩萨 我先生除外 我那印光大师就 哎呀 阿弥陀佛 印光大师在极乐世界 本来要放光加持你 你起了一个 我先生除外 我还要他加持不上 成本法师 现在我明白了 我以后都称我先生 叫老菩萨 以前我称他老头子 老大哥 所以这个口约很重 对不对 所以 你开悟了 所以以后我都称他 老菩萨 真的很棒 老菩萨 对 我学了一课 我现在学了一课 对 阿弥陀佛 这个同修开悟了 大家看到没有 你看 他刚刚讲话 跟现在讲话就不一样 刚刚对骂 现在称老菩萨 老和尚说的 发现自己过失 叫开悟 改正自己过失 叫真修行 你每一天都不知道错误在哪 问题在哪 那每天继续照 照业 那现在我们体会到了念头 你把它想作佛菩萨 跟你想他是 你刚刚讲那几句我没有听懂 没关系 我没懂也不落印下了 我们要受持无量受惊 善富口业 不积他故 这样心才能清净 心尽 浮土尽 我们的心清净 你一定去极乐世界的 心每天清净不了 还会起那么多情绪 那你这个极乐世界 频道接不上 大家都有看电视的经验 你得那个频道按准 它就出来了 每天都是贪生吃 那你怎么接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能不能往生 老和尚说不要问别人 要问自己 我们每天都是清净的心 都是佛号 都是礼敬诸佛 礼敬家里的人 礼敬别人 都是称赞别人的好 称赞如来 主犯的时候心甘情愿 广修共养 你的普贤行就把极乐世界 解通了 普贤行没有离开我们的家庭生活 好 谢谢这位同修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 你看他马上就开悟了 所以无量寿经就在我们当下可以证明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 而且你这个善根一起 就感应佛菩萨加持得上自己 佛菩萨虽然是同体大悲 可是我们烦恼心 他想加持我们 加持不进来 所以您这一念转 你的善根会不断增长 因为佛菩萨加持得上 我们的父母一心为我们好 我们不听他的话 他要帮我们 也帮不上马 佛菩萨要加持我们 我们不起正念 加不上 所以善根一起 支过了 两种力量汇集起来 自己的善根跟佛菩萨的加持就汇集起来 决定可以 得日静过日少 一定可以往生的 那我们 这个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一句真言厉害吧 所有的问题都是 你看对方缺点 没看他的优点 心是根本 夫妻关系只是一个像而已 真正的问题在哪 心 我们的心 你是用真心 还是用忘心 你用真心 慢慢就把他的真心换起来 你用忘心 你用烦恼的心 就把他的烦恼掉出来了 治他不饿 互相影响 你的家庭是依报 随着正报转 随着我的心转 所以有两对夫妻 住对门 一对是小草天天有 大草三六九 一对相处很和和 那在每天吵架的 也不愿意这样 谁愿意这样呢 就去请教对面的这一位太太 这个太太就跟他说了 你们家都是好人 我们家都是坏人 他一听 你们家都是坏人 每天这么和乐 我们家都是好人 每天吵 你是不是在讽刺我 不是听得很懂 这个对方 看他的眼神不是很懂 举个例子 比方说 你先生下班了 你给他倒了 我给我先生倒一杯水 我先生走过来 不小心把水弄倒了 我说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先生是我 没把水放好 来来 我再去倒一杯 这个先生说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不小心弄倒了 辜负了你的好意 来 我自己去倒 这是我们家 遇到事 都是先 反省自己 是我错了 所以我们家都是坏人 你们家都是好人 所以 这个你先生 走过去把水弄倒了 你马上 你走路不上眼睛 要喝自己去泡 你先生一听 你这个女人 连茶都放不好 你还在干什么 都互相指责 所以各相责 天翻地覆 各自责 天清地凝 一个心念不同 家庭的氛围 就不一样了 心决定的 那我们具体来看 学佛就是 当个明白人 夫妻是缘 有善缘 有恶缘 渊渊相报 子女是债 有讨债 有还债 无债不来啊 看破这一个真相 但是呢 前世欠她的 可以转 我们欠她 还得痛快一点 不要跟她计较 她要我们 十分 我们给她十二分 这样 你很痛快地还她 她还有点不好意思 然后就给你打八折 对啊 你还得痛痛快快的 也会感动她 来打八折 你还得心不甘情不厌 她说 在家利息了 人的心 会随静转啊 再来 我们既然 学佛了 学佛叫 学 像佛 那学像佛 佛是什么 慈悲一切众生 我们人生 所有的缘 都把它转成 法缘 恶缘 也转成 法缘 大家有没有看过 马来西亚拍的一个电视 电影 叫 聂缘 没看过啊 人家马来西亚很用心拍的 有一个人 学佛 念佛 他先生 就障碍他 然后还去杀猪 然后还叫他按着猪 对啊 就很不欢喜他学佛 找他麻烦 结果他按着猪 就一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希望猪都到极乐世界去了 结果有一天 他念了功夫成就了 然后 阿弥陀佛来接他了 还有很多猪也来接他了 那些猪被 因为他的住缘 往生极乐世界了 结果他先生 看他无疾而终 被佛接走 发大忏悔心 最后也出家了 你看他把这个 夫妻的缘 都转道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清倦勇团聚 一家人都念佛 到极乐世界 身身世世 跟阿弥陀佛去度众生 这是家人 亲人 朋友 最圆满的结局 清倦勇团聚 法界逍遥有 跟阿弥陀佛 到十方国度 去度众生 非常逍遥 以后不要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残眷 那会出不了轮回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好 所以 都把它转成 法源 而且 我们一开始讲 信为道源 功德母 要相信自己有佛性 也要相信一切众生 相信亲戚朋友 都有佛性 都是人之初 信本善 只要我做到真心现前了 一定会触动他的善根 所以 成居是 你先生的善根 迟早有一天 会因为你的真诚 唤醒 所以老祖宗说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但恐 成心 未知 每个人都有良心 都有 本善 你做做做 做到 最后他 不好意思了 善根就出来了 好 不知道这一段话 你能不能接受 是可以提出抗议的 这样我们才能继续探讨 好 你暂时没有提出来 下午还可以提 假如我不认同 可以提 因为现在吃饭时间到了 法轮未转 十轮先 好 这个是米南话 这个 吃饱了 才好 听经文法 好 今天早上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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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伤 好